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呢,继续来看这个无双版啊 一个这个 手拿强强的孙权 战士造型,实则呢 在这剧游戏里是个法师的一个这个通关啊 休闲宝 之后呢,在前面呢,是合成了这个 衣服跟这个腰带 衣服来的非常早,是个顺风局 腰带来的时间是正好 之后呢,这里呢,是对着这个 嫂子跟这个啊,对着妹子跟这个陆迅一根头 这里呢,来了大娃 不给对面能击杀我的机会 之后呢,上下也举起来 上下臂呢,打邓马西亚往下扣 这样的话呢,两个对杀呢,形成一个护肩 之间呢,秒杀掉了这个毒 然后呢,捡个练花子,捡个渡标 然后继续,再邓马西亚往下炸 然后给一个撑,把巧 没撑上,但是踢死了也行 之后,独扎起手 这起了个寂寞,没事,这个下火源起身还晕 咱先做下火源啊,boss你要是杀 你一定要杀这个最有威胁的啊 哪一怪对你威胁大,你就先磕哪个 像这三怪里呢,自然是下火源 其次这俩呢,都差不多 又愣了个渡标,把这个傻狗闷倒 然后呢,钱币取消 躲过这个对面陆逊的攻击 然后呢,三下一个滑步 直接呢,把这个陆逊四下一个拿掉 然后往前走,捡一个莲花子 捡一个这个毒桶 好,往前冲,风光冲 然后莲花清兵 这牢套路了 之后呢,这个道具骑手 这不是贱了 包里有那么多毒标毒气不用啊 非得追拼A 堆死你都给 好,这里呢,继续毒标 然后呢,往反向走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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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好,拿下,这里不在A了 然后呢,重新组织进攻 没死,还剩冷地血 利用一寸长一寸强 把这个杖料捅死 继续,清兵 凉花清兵 这两波呢,还没有boss还不错 好,带走 酒瓦,这个酒瓦可以一吃 先扣个A,B 然后呢,把这个扔了 最后呢,酒瓦捡起来 这里其实可以先开个boss再吃啊 有点 随意了 因为呢,这个目前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手里的气 加上包里的酒瓦有一点 主要是道具多 小道具 无论是骑手还是清兵都很多 这里呢,是脱气槽啊 防止下波的话呢,不好评A 因为带着气槽的平A呢 是连不上的 就是打群兵的时候 之后呢,这里再来 莲花 有个没死 再给 再给毒气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棍儿我想要一下的 因为前面呢,莲花呢 到往后的两批呢 基本没什么大用的 就说呢,我们炸两个莲花 看掉山能不能炸死 炸死的话呢 它是发挥了莲花最大的作用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毒标 起手 吕布 这里尽量打护化 不要打这个江东怒狗 因为江东怒狗不尾 我这里呢,还是打了江东怒狗 挑上了 吕布也死了 然后呢,小吃烟气一蹦 咱们呢,继续往前冲锋 好,过来 这里呢,没有莲花了 咱可以利用毒气的清兵 必杀的清兵 哪个都行 这里呢,我还想进一下武神秘室啊 因为这个隐身衣的数量有点少 小杭竹的数量也不多 看看最后纠结纠结吧 应该是会进 这里最后也冷凑到剧了 无所谓进就进吧 因为这个确实啊 这个四剧情的这个暴率 实在是太少了 就是正常游戏的暴率 不能叫少 正常游戏的暴率 六剧情呢,是三倍的暴率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还是需要这种固定的隐身衣 然后呢,这打印呢 后边也不准备要了 因为你注意看 我这七个司马仪 加上四个吕布 这样的话呢 就不需要打印了 因为我这个令牌呢 会比正常减 四个司马利亚吕布 发了一倍 这样呢,咱以数量代替质量 就完事了 好,这个位置呢 给一个张角精 清掉了出操操以外的所有boss 所有的这个怪物 然后呢,下来 他这里给了个小必杀打比啥啊 小必杀 那咱就ab躲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ab以后的 打的什么玩意儿 防返 二下6a 打了个6a 一个8了 也行 最后呢,一个张角精 直接把这个杀块干倒 左边加血 先来一口 好 最后小道具来一来 这个土雷的话呢 减不上 因为这个 可能道具太少了 你看像我六个渡标 四五个飞盘 九个毒气 你说能哪个换土雷 它都不合适 是吧 固也不能换 因为这个固呢 很明显呢 我是准备打这个 葫芦剑用的 你这个棍呢 如果不用的话呢 你这葫芦剑只能包bcd了 那不是我想看到的局面 因为这个人呢 法师为主 是吧 气呢 我还得留着打后边的野boss 打他一个boss 开个bcd 是有点略亏的 除非你实在没有棍了 你也不想能隐身一 这里咱们就来 一个棍 去掉这个讨厌的怪的葫芦 然后呢 起身等一个安全招 一二三我二二三 护哈 护哈 护爪 没死 毒气 怕了死 可以看到是吧 故事的一个作用体现出来了 ok 之后呢 咱们呢 就来看一看这个手底boss 然后呢 各位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啊 上部看完了 下部呢 也不忘了 不要忘了 在看的时候啊 等长点免费赛 没点关注的呢 就关注上 好 这两个boss没什么好说的啊 因为呢 咱们呢 也不需要撞这个啥 不需要撞这个 无名火火输了 咱们呢 直接就是 那啥啊 直接打一个这个上海上海币 我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刻意留了黄盖一命 我把线线往下拉了 那很明显 我是准备撞一个 张脚金啊 因为对于我现在来讲呢 黄盖神圣可用道具 就一个这样子呢 值得我的一个流血啊 比如这个黄盖的血 身份的话呢 没有任何值得的地方 咱们来看看 等一会儿啊 就把西亚扣倒 然后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七六道具 啊 这里呢 我是直接用一个转转 看看能不能把这张金撞出来 因为这个张金的话呢 后续呢 也到归统了啊 后续再找张金的话呢 就要看运气 最后杜杀 A撞A 下线撞 撞撞撞撞撞撞撞出来了啊 咱这样一会儿再剪啊 因为现在呢 对面呢 在这个钻圈 才给它剃倒 剪张金 可以看到四个张金 是吧 下关有俩固定张金 正好六个 这样呢 咱们挤满张金 就不用靠运气了啊 这是我留黄盖的原因 好 这样呢 咱们黄盖一起杀啊 咱们的这个前面 这些关呢 还都是很顺利啊 只是死了一命 然后呢 衣服要带 其他道具全都全 尤其是援军令的数量啊 非常可以令人满意 好 来了啊 这里是这个 呃 龟一桶了 可以看到呢 这里怪的伤害 即便你有衣服 它也会很高 因为呢 这一关开始呢 就是自动变成 下一臂传说 怪打你的伤害呢 就翻倍了啊 这样的话呢 最后两关的这个 战斗力就很强了 你看这个墙 币插结束之后呢 完美一掏 你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他就这么掏啊 跌这个血树呢 也得等会儿再减 不着急啊 你现在你着急 从人去减是减不上的 哎 勾引一下子 独标 然后呢 过来站到大狗身是血树 这样的话呢 你大狗这个血树结束以后呢 你能快速把大狗减上 最次的情况呢 就是下狗院给一个嘴巴 但是你的大狗呢 保证不丢 OK 大狗减好了以后呢 就到了这双MOD了 这双MOD的话呢 可以随意用能量了啊 因为呢 这一关呢 打完之后呢 无线兵可以刷气 然后呢 可以看到呢 我在上海上海B结束以后呢 我会把这个毒气筒压一下起身 追地啊 然后呢 打一个这个啥 打一个这个这个啥 这个这个66A的一个冲撞 两次呢 撞出了九弧啊 因为这个人呢 打最后的双BOSS呢 九是一大的依靠啊 毕竟呢 像我前面所说的 大法师对吧 一路BCD开过来了 这里想吃加血呢 就得AB他俩放倒 但是你看这个人这个小手啊 平时手很长 但是AB的手很短 我呢 AB的四次 两怪一个没AB着 他俩这个边上瞅我啊 就像瞅那个老RB一样 那个眼神瞅我 之后呢 这里独标想吃茶 但是有一怪呢 是跳着来扎的 不过也不影响我杀掉这个怪 之后呢 防晕一下没防住 然后呢 这怪我给他扒了死 这样可以看到呢 我可以把这两怪呢 就是都打成器了 咱这里呢 来个秒杀怪 我不想让这两怪勾勾勾相互 我呢 直接先把这个槽上拍死 然后呢 秒杀怪咱打动量 之后 后续呢 就是一个给各位倒一倒的 打气环节 咱们直接来看轮小熊 来了 出门呢 直接是四马一 这里呢 没有把气打满 因为呢 来了一个比较难处理的Boss 另外呢 就是我没有必要把气打满 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呢 这里呢 平常呢 我会用这个沙漠科 这个地方呢 咱用四马一 原因是什么呢 一四马一多 二呢 我没有答应 沙漠科的数量呢 打不过就要点吃力 这样的话呢 直接在这种四马一 可以看到呢 在击杀自帮怪的同时呢 小兵 我被四马一碰死的 我呢 还能加点气 你看这吧 这就是道具的一个 小的一个转换 就达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气阳能虽好 但是咱减不上 这里打一个方法 这个位置呢 打一个必杀吧 因为这很明显 两个梦获了 哎 太行啊 这个大虾被打死了 这个梦获的话呢 威胁呢 还不如那个大虾 最后呢 这里独标一杀 然后呢 平黑 第三个梦获过来了 那就一一三 这个家伙被打了个便师 打了一个661的反撞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孙权是有反撞的 但是呢 对于实战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用处不是很大 畏微有一点吧 笔之张飞那种 灵活的反撞的 肯定是差很多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司马仪 因为这个司马仪呢 你说这么多 你不用 对吧 没什么好的地方用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暴彼斯帝也行 司马仪也行 我最终选择了司马仪 因为这个道具的话呢 你这个数量太多了 你司马仪可用的地方 就那么几个 用完之后 其他地方就没有了 那么你减了这么多 你就得开发一个 可以用的地方 而且比较合理 这里呢 就是其中一个 比较合理的地方 没想到是吧 虽然说没有答应 但是呢 依然呢 可以把这个 除了吕布以外 所有的怪 几乎都击杀掉 这个杖疗呢 是后半程来的 但是也不影响 咱们呢 直接扎一个小道具 这个杖疗呢 就没了 我这里呢 很明显是想 先杀吕布 后杀杖疗 对吧 你看 你看就是个想法 二三六一 又没打不来 我好像手残 之后呢 在这里继续BAT没提着 然后给个毒气 主要是不让他隐身 然后呢 过来调一下背面 杀疗科 可以看到我道具 已经调好了 然后给陆军拔了在墙里 边拔了路 边拔了旅路 边位移 这样呢 正好来就走上 下一波五股将出来之后呢 咱们就走上就笑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只要没有太贝的怪 一般问题都不大 太贝的怪 例如什么 什么对面的杀疗科 跟我对着笑 例如呢 这个对面呢 来一个那个谁 那个那个 那个隐身娃 以身过来跟咱们笑 没有这些冤走 这个杀疗科 在这个哪怕是修线榜 这个位置呢 也是 控得住场的一个 这个可以吸引的好手 像这个巧都无所谓啊 因为他半天能飞过来 你给他一个通常服对空 这招不就是对空的吗 赶紧换啊 因为这五辆来了 咱用个新杀疗科 四个杀疗科在这种撒 因为没有答应 然后呢 剩下一个咱在哪用呢 就在鲤呢 这里呢 换回来 利用换回来的无敌躲一下 利用跳躲一下 利用必杀躲一下 正好是利用这三个时间点 躲过这个护水啊 你如果会玩 你就能看出过 这个护水是躲得是非常细的 三个无敌点 援军令 然后呢 援军令以后 无敌点的跳跃 落地以后呢 提前输入必杀 好 这样呢 把这个量拍子 然后呢 咱们就往前走 来拖着屏幕啊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给你左边足够大的空间 让你啥不可笑 旅君呢 几乎是阻碍不了你的 并且弓箭手不射箭啊 你如果不这么顶着屏幕走啊 那样的话呢 这个你可笑的范围非常的小 攻击手随间搅和你 然后呢 把你外周也空路了 这俩怪都扒了你一下子 你沙漠科的呢 笑不了这么得劲了 因为咱们没有答应啊 所以说呢 这个沙漠科呢 必须得自由自在的笑 好 笑完之后拿下 咱们来看前边 前边呢 也没什么可看的 就是张晓晶固定套路了 因为呢 你这个四把仪啊 咱孙超打起来 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好 两个张晓晓晶呢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张晓晶剪起来 之后还有四个张晓晶 我呢想法就是四个张晓晶全用 不用动物书 因为我这局的动物书数量不多 我到这好像动物书都没满了 好像是啊 我也记不住了 这局打呢 也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这里继续 可以看到呢 四个张晓晶就弄完 然后以前一我是六个的 我就弄一个 我是五个的 那拉倒了 那这时候呢 就补BX或者补张灵剑 补这个BX呢 就是留一个三七打BCD 然后呢 这个剩余的血量 就补张灵剑就完事了 之后呢 前面的这个曹操领钱的三BOSS呢 就是用一个吕布 用一个吕布是很靠谱的 然后呢 吕布它在输出 如果输出不够 就用第二个吕布 如果输出差不多了 你可以自己补BCD 或者自己补这个残余道具 它都行 来了啊 咱们俩看一下 这里呢 没有刘备啊 但是呢 这个地方其实有刘备意义也不大 这个地方呢 撒啥怪都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啥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个BOSS的数量 和BOSS的能力呢 超出你可以走位 加上这个操作的一个环节了 只能是靠这种强势令牌 例如这个吕布 或者这个武神 然后呢 或者是强势的必杀 例如我的BCD来打 所以说呢 夏会员化不化刘备 都一个玩意儿 这三怪里边呢 威胁最低的反倒不是刘备 不是威胁最高的 反倒不是刘备 威胁最高的是军权 军权的话呢 会抓一些破解 然后呢 曹操的话呢 不怕司马仪 因为曹操起程快 司马仪呢 不容忍天之地 这是这个地图 夏会员的话呢 反而有的时候呢 他一个防御 还想打着咱们 但是你那个 施星周 那个地方 刘备 他扛凑 他是主BOSS 这里无所谓 你刘备来了 我是不是刘备 我都杀曹操 因为曹操包加血啊 别的怪死了 不包加血 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是一个李姑 黑黑一丝BCD 之间呢 干到了这个曹操 曹操死亡 咱们来看看 能不能再打个必杀 然后打一个收气啊 上下也打不上了 夏会员跑 拉倒了 被扣了 这剩七千滴血 先吃加血啊 吃完加血 看能不能捅死 他这没防 还行 白嫖一个气啊 然后呢 背面挑司马仪 人身没吃着 无所谓啊 司马仪挑的 之后来笑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路 虽然说呢 稳定性呢 没有这个别的武神了 BCD了 真的那么高 但是呢 无消耗的司马仪啊 在这个地图之上呢 这个套路呢 也是被不少的玩家所认可 是吧 还是很好用的 这里可以看到呢 没有大印了 咱就搁这个质量 咱就搁数量 你一个大印 是吧 你能干60秒 我这里呢 两个司马仪 我干50秒 不也一样吗 好 这里呢 再继续笑 这下可能是躲不开了 躲不开了 可以看到这一下的话呢 将近半管血 还是有点小痛 不过呢 能接受 之后呢 继续笑 这里破杯面水 但是火可能破不开了 哎 火这里居然被中 那可以啊 这下有点运气啊 我看看刚才那下火 应该是躲不开了 然后来看看这儿啊 这里怎么处理 这里有什么呢 暴露了不起地 然后呢 打了一个撑顶 撑顶以后呢 全部撑死 然后过来 调了个棍 这棍应该是用不上的 因为我这个撑顶呢 可以全程的 一直这么取消 如果不接的山下币就好了 就一直撑就好了 对一直撑 你看 然后山下币扣 没死 先给一个棍 反丢 右边那没中 但是左边的中了 右边那个不影响 因为左边这个 躺地下再起了 就隐身了 右边这个的话呢 这个玩意 一寸长一寸强 他也长不过我 对吧 真男人 他就是长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墙呢 可以先选择上吕布 然后呢 再用这个 其余的道具了 或者是这个 司马仪收残雪 我这里呢 开场前来个身弦笔 他一定是势头 不要问我为什么 然后呢 来垫这个桥 这个时候垫桥的话呢 很大的概率去垫不死的 因为时间不够 但是呢 剩的血量呢 也不会多 乱八千二的到头了 继续垫 你看呢 是吧 我这局的道具呢 还是合理 还是觉得非常合理 然后再来 再点 刚才巧呢 利用了一波这个压哑压 护轮车膀 我们能够时间拖过去点 之后呢 这里呢 我先把这个曹胚干掉 这个曹胚应该说不错 这个地方真是任曹胚的主场 你不能来 不能赖人来 最后跳梯跳梯 给自己呢 踢出一条这个逃出生天的道路 勾引曹胚出个破点 然后呢 给一个三下四下 就直接挖了死 最后呢 剩余这个巧呢 我可能要给各位倒一倒 因为呢 这个时间点 打得非常地磨叽 打了一套四下 挨了巧一个电炮 最后呢 我为了图一个稳定 还是把这个张军键丢掉一个 给巧扎死 穿头三步 就不看了 司马仪一动 圈的一个比较硬的地方 就说呢 这里这个罚站啊 原地这个撑顶罚站的话呢 这是一直这个 可以原地站得住的 而且的话呢 可以无限连旅步 可以往天上打 另外就是说这个罚站的话呢 可以取消啊 这样的安全性很高 然后呢 等一下这个怪起来 我给一个亮晶 这个剩余的血量呢 可能要给一个张军键了 但是这个张军键的话 得冷俩 第一个扎死旅步 第二个的话呢 你不下回原双杀 好可以 这个地图的话 冷点剑问题不大 之后呢 五股价都不看了 正好存两本小黄树 是正好够的 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用这个礼服 来电章聊了 电章聊的话呢 一个令也不够 咱们可以用俩 这都是小问题啊 这个这局的数量呢 确实是吃吃够 然后呢 给自己留一次BCD就行了 最后进到里边呢 就是一顿BCD了 我这个人也是好久不玩了 我也记不住呢 打最后那俩Boss呢 是应该BCD一直撑 还是说上下A接上下B 我一直觉得什么呢 上下A接上下B的话呢 可能有可能会 也就是我这个上下B结束以后呢 被对面上的葫芦刮死 所以说当时打的时候呢 因为我酒的数量也多 我呢可能就一直上下A了 我没用上下B 好 因为我不可能说这具游戏 我就试一下的 能不能够刮死 因为你一旦试了的话呢 它节奏就全断了 比如说你这个气BCD爆了死了 你上面是空气槽 然后呢 怪电打死了 你再喝酒 你BCD爆出来 你得扔衣服脱 那样的话节奏就不对了 所以说呢 我也就不再去试了 这里呢 咱们呢 可能衣服开了 衣服开 然后呢 往左撑 往右撑都行 这里呢 直接撑 对面的直接起飞了 咱们现在有衣服的 是无所谓啊 先用上下A打输出 等会没衣服了呢 再研究这个地图上下A的事 这里衣服就快没了 你可以看到是吧 我就不上下B了 一次上下A能撑7000 这个人的输出呢 绝对算不上快 但是的话呢 你就说这个玩意儿安稳 那他也是没有毛病 你看是吧 这里能一直往上撑 过一会儿呢 咱们喝个酒 哎呦 调错了 不好意思啊 这衣服没下冷啊 这是当时我以为我调的是酒 啊 误会了 这里呢 是不应该冷衣服的 然后有衣服的话呢 我这里也一直在撑 我也没上下A扣B 因为呢 我觉得这俩怪空住了 差点输出了 我是觉得我这个酒数量是足够的 因为我只需要用所有毒道具 给这个狐狸权打死 留两本 呃 留两本动物书 啊 求一个稳 因为呢 防止这个武神之后变成冤肿兔子 啊 求这么一个稳 这样的话呢 两个动物书一个大狗就收掉了 之后给个杀害杀害B 这里呢 因为这个啥 这下边还没喝酒呢 因为武神没中的 他不杀 他一直在后边狗是单单 你喝酒 他就抠你 你就逼死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情况是喝不上酒的 也没有办法 最后呢 利用这个衣服呢 来推一个这个酒的一个这个气槽 啊 咱们还是得爆BCD啊 BCD还是一个主要的输出 这里又冷了 又冷了个衣服 调了个酒 之后呢 咱们用嘴巴子呢 先扒拉扒拉这个葫芦 再扒拉几下 然后来爆 喝酒 再来 还有一个上面的气槽 喝了一个酒壶 啊 这样呢 还有两个BCD 那看这样是够了 因为这个BCD呢 打5万低血问题是不大的 148千啊 打其次的话呢 就是5万 这个举一个BCD是能举其下的吧 我觉得是可以 这为啥没接上 这为啥要接上了 这下为啥是这么重的 这下是怪倒地以后重的 这下说实话就挺达勇节奏了 但是好歹呢 我酒不是喝上了 这样呢 我是准备扔个衣服 然后呢 我不能扔这个啥 不能扔动物术 这顿千万别扔动物术 千万别想着我动物术 把这个狐狸鸡掌损 然后呢 我再扣五神 千万不做这个想法 就是上下A 就是撑死他 要不然的话呢 一会儿如果五神变成兔子 你一个动物术 那么你就凉了 你顶上有多少命 你打这个五神手撕 这个A存卷 都几乎白扯 咱不能说彻底白扯 都几乎白扯 你看是吧 我这里呢 再用一个隐身A 脱掉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隐身 然后呢 我最后一个BCD就给他干了 两个动物术 变 不是兔子 然后呢 9月上控场 大狗在9月上飘天生的期间 找下线 吼就吼死了 这是最稳的一个办法 怎么都不费翻车那种 除非这个BCD 被葫芦接着躺下以后呢 这个 隐身了 这个 不能撑了 除非这种情况出现 要不然的话呢 是怎么都死不了的 包括你看我现在 就落地 纵葫芦死一命 我没事 因为现在命就没用了 现在呢 就是看我两个动物术 一个啥能不能打 你看看半张 这个兔子 看见了吧 这个兔子呢 老用这个大狗吼 也许能吼上 但是得是急下线 千万不要找那种下线 那个玩意太难了 之后咱等他变回来 而且这个动物术 不要立即放 一定等他轮一刀 就亲战这个动物术 就是哪怕他给你 砍死两命 你都不能放 必须找他轮 然后出 抓他轮的破顶 你才能保证稳定 要不然的话 不一定咋事了 冷个毒气 让这个兵队盾 有个二次中毒的效果 好 这样呢 找好下线 一顿这个四六位的 这个虎吼 就把这局游戏拿下了 可以看到是吧 即便我这么顺风的一局 道具呢 存的也都合理 而且呢 这局呢 另排的数量非常多 可以拿一个大狗 最终呢 也是依然把道具打空了 上面剩你的两命呢 对于最终的 终极双慕斯来讲呢 是没有用的 你没有道具 你有十命的歪扯 也算是拿下了 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呢 在这个高难度的局里边呢 尤其这个修仙榜 不厉害 以战是这个定位 结果呢 最终呢 打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存存的一个法师 全程呢 自己的连招 高攻击力 几乎打不出来 全靠这个撑顶 跟这个山海壁呼吸 然后呢 服以道具清兵 甚至呢 因以为傲的手上清兵 在这个修仙榜 都用不上 这里呢 是感谢风向标老板 点播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是本机械传合 喜欢 别忘了给个赞 咱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